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年是中国2023年春节大年初一 也是1月1日 先给大家拜年了 三年疫情,有人失去了亲人 有人还在坚守抗疫的阵地 与病毒做最后的决战 也有人已经彻底战胜了病毒 走了出来 无论情况如何 老胡祝劫后余生的父老乡亲们 在新的一年里养好身体 照顾好自己 不管你是活了一辈子 还是半辈子最后都会发现 唯有健康才是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有人说我想健康 可是我没钱吃好的 只能吃差的 大家发现没有 凡是长寿的 都是那些吃的所谓差的 所以健康长寿跟吃的好坏 没有多大关系 也跟钱没有多大关系 有人说我想健康 可是我没钱看病 只能得病等死 大家发现没有 凡是动辄就去看病的 药用最好的 医生挑最权威的 不差钱的 要么就成了药罐子 要么就是人走 钱没有花完 而那些没钱看病的 小病只能自己扛的 吃不起药 进不起医院的 反而很少得大病 是活的最久的 所以能让你生命力强大的 不是药物 是自己的免疫系统 所以健身很重要 在后疫情时代 我想我们每个人 尤其是活在社会底层的 劳动者们 都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降低各种欲望 最大化的活出 自己的健康人生 最大化按照自己的 真实意愿去生活 那才是最大的成功 我们也应该 由这场疫情清醒过来 所谓那些社会标准的成功 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阵营 为了最大化 榨取劳动者的血汉 而编造出来的伪成功 如果我们过去 还看不穿那些 唐一成功学 那么今后 我们该擦亮眼睛了 一个劳动者最大的成功 不是拥有多么大的财富 不是成为人上人 成为资本家 再去剥削压榨 更多的跟过去的自己一样的人 我们常说 没有国哪有家 尽管我不是特别认同这个结论 但是倘若以这个因果关系成立 那么一个人的成功 是不是也要建立在 这个国家的成功之上 一个人的快乐 是不是也要建立在 这个国家的快乐之上 而国家的成功 是这个国家的所有人 甚至我们极端一点 包括这个国家的乞丐 都有基本的体面和尊严 每位劳动者 应该是安居乐业的状态 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成功 这一点没有实现之前 国家尚未成功 个人弹劾成功呢 当然只有资本家 也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人 才会叫这个真 才会理直气壮的告诉自己 他当了老板 他当了企业家 他成为了人上人 他就是成功的 我们不会叫这个真 他们说自己是成功的 那就随他们说吧 我们在乎的是 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 才是最大的成功 而健康的人生 不仅包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更包括有一个健康的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 不堪比 不依附 不卑微 心态平和 并且积极地关注国家命运 与社会发展的动向 努力地将个人命运 与国家命运统一到一起 作为一名主人的心态 扮演着主人翁的角色 活出一个人样 有钱了 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再精致些 再精致一些 有些人是越有钱 生活的就越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 浑浊不堪 没钱的时候 降低标准 保持一颗真心 白菜日子 也能活出十何远方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最关键的就是 保持一颗真心 真气 物质生活可以差点 那算什么呀 人真正活住精彩的是 内心世界的充实 以及精神世界的高标准 高品质 今年2023年 跟之前不同了 之前是刚刚过去的三年 疫情管控时期 再往前 许多政策和社会面形式 都可以成为过去式了 2023年 随着疫情全面放开 全面社会经济活动 恢复到正常状态上来 许多事情都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了 作为一名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我们需要拿出更多的关注度 对我们劳动着自身的阶级命运 有个深度思考和认识了 知道人最怕的是什么吗 我跟人聊天提到这样的话题 说人最怕的就是对未来的未知 当你对一切未知的时候 就是最担忧最怕的时候 可是如果你反过来思考一下 当人对自己的未来尽收眼底 悉数全知的时候 又对这个未来充满了不可接受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怕和难忧 我记得之前听过一次大师讲课 他说当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30年后40年后你的样子 就是你今天父母的样子 你是该高兴的还是该悲伤的 这里没有对父母进行褒贬的意思 意思是说当你很清楚你的未来 就是你父母现在的样子后 你是什么心情 很显然这个结论 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将来 就是与父母今天的样子 一模一样的 大家都希望是不一样的 至少要比他们好一点 再好一点 什么叫做好一点 那就是个人的不同需要了 总之如果看到的是 一模一样的自己的样子 心情是糟糕的 是沮丧的 但有意思的是 如果你看得见未来 就是今天父母的样子 如果你看不见未来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发展规律 不发生大的改变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 你为了房子 教育 医疗 养老 这四个人生大问题 忙碌奔波了一辈子 最终也未必能够如愿 可以说大多数人今天都没有如愿 你的孩子同样是为了上个好小学 再上个好初中 好高中 好大学 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 再结个好婚 生个好儿女 再然后呢 他们就如同你今天一样 照样为了人生这四个问题 忙碌奔波一生 也未必能够如愿 现实看 大概率下 也如愿不了 再然后呢 如此循环往复 一代一代 从你孩子懂得这些以后 站在他们的角度 他们愿意再像我们这样 度过自己的一生吗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当你的孩子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他们的人生 将是重复着我们这样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 我们有多么拒绝接受我们父母年老的今天的状态 那我们的子女也同样会有多么拒绝接受我们的今天的状态 那你说当一个人非常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 就是这样被提前安排好了 还是自己拒绝接受的 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 这其实就是今天老婆要表达的核心意思 我们的父母年事已高 过往了 我们这一代正值人到中年 我们不对这个社会的改变有所期盼的话 那我们的年老时代也是无趣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下一代们同样会重复我们今天的各种不堪 他们的一生也将是无趣的一生 可怕的是 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已经有了独立思考 已经开始思考这些人生问题了 他们用轻生 用躺平 用不婚 不育 也不练 还有其他我们无法想象的行为方式 正在抗拒着这样的事情发生 用伟人一句话总结的最好 这个社会是我们的 也是年轻人的 但终归到底 还是年轻人的 我们不努力改造这个社会 我们的子孙后代 就会世代同我们一样 我们有多不甘心 我们的孩子们将来 也同样会有多么的不甘心 所以我们不仅要低头拉摸 也要抬头看路了 2023年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家人平安 取财有道 节节高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财